我们两个人从结婚到现在 有三年的时间了 他动不动就跟我提离婚 我们俩现在复婚没多久 又要跟我提离婚 我俩结婚就是裸婚 他一次次的让我失望 我一次次给他机会 可是他现在真的让我看不到希望了 他总说我没用 从来不给我一些鼓励 难道我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我也想好好过日子 但是现在压力这么大 我也是恨铁不成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张先生三十岁来自天津戴业 王女士二十八岁来自河南采尔施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有几年啊 三年多了 有孩子吗 有了 孩子多大呀 两岁了 但是那个小片里说 曾经离过一次婚 是吧 离过一次 但是其中提的不止一次了 等于离过一次婚 又复婚了 是的 现在又想离婚 是的 谁想离婚啊 我想离婚 这个第一次因为什么离的婚呢 就还不是因为他不争气啊 这个当初啊 也是我的一个失误吧 也算是 我们俩第一次发生那事的时候 他刚怀孕 那段我是做快餐的 刚进完婚的手里 也没什么积蓄了 他打算就是说让我做一些啊 挣钱的 让家庭生活好一些 我呢就打算跟朋友合伙 开一个大一点饭店 但是我就没想到 都已经是弄得差不多了 到最后朋友那边出了好多事 然后现在就是弄得我们 现在饭店也没法干了 无奈之下只能是把这饭店转让了 转让完之后 也是剩下三四万块钱 那还不怪你啊 而且你自己也没有看好对不对 前期你也知道 我不是看不好 我前期做了多少功课了 我相信这事 你要聊起来很长很长 概括起来就是 总之是他投资创建失败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会觉得说是因为 他的眼光不好 我觉得他不别没用 对 这个失败不是经常的事吗 做买卖大概 说一下就挣得好像很少 那他后来天天就是 那个样子 然后我说他两句 他就受不了了 你说你天天这样说我 是我投资失败了 但是我出发点是好的 当初还是你说想要 我给你们俩一个更好生活 我才会去想办法了 假如说我当时还继续干快餐的话 我也许不会是吃这个样子 对吗 那你结果呢 后来我就说你两句 你又天天唯觅不振的 那我看着更来气了 那我就可不跟你离婚呗 您的意思说并不是单纯的 因为他投资失败 你跟他离得婚 而是因为他那一段时间的状态 特别的消沉 所以你的婚 是这意思吗 对 同意了 当时我本身是不同意的 那次是喝完酒 喝完酒之后 我把手机就关机了 我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 就跟朋友去网吧上网了 转天呢 回到家想睡一觉之后 再跟他解释了 但是没想到呢 就这个期间 他连觉也不让我睡 一直在这骂我 我在家里等了你一宿啊 联系也联系不上 然后你早晨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一宿都没睡 那你一句话都没有 你就睡觉呀 我想跟你解释的 但是我想是吧 等他俩冷静一下 再把这事说清楚不好吗 冷静啥呀 能冷静吗 当时我们俩就这样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面同意 是当时情绪的一个堆积 是吧 当时啊 就没离城 到了民政局之后呢 要他需要是上午拍次队 登完季之后 咱们就不说这过程了 那什么时候又离城了呢 这个期间啊 我们俩去民政局 这就是说第二次还有了 你还好意思说第二次 我从微信上找人 给孩子买的枕头 被子什么的 他出去玩 我说那个 你顺道那个给我烧回来 跟他交代了号变 然后他就给我弄丢了 知道吗 哎呀 我可生气了 然后我俩就吵架了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 你说一个孩子的枕头被子 你说谁会去拿这些东西啊 你每次都这样知道吗 你每次都你以为 后来去民政局离城没离城啊 就这次也没离城 就还有一次就是 又去了 对 三进宫啊 来来来 然后我去朋友家吃饭 然后我俩走的时候 就因为一点事 我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给我扔到马路上 他就自己走了知道吗 那你说马路上这么多人 而且我们从小区出来 他点大吼大叫 就是你这么没用啊 你这么那什么的 就一直在这儿说 那我一开始我也不是 就是特别那样羞女对吗 我一开始我就不高兴了 我就想让你哄哄我 但是你从来你都是这样 每次咱俩吵架 你从来都不哄我对吗 那我后来吵 我还是想让你哄我呀 但是你还是不哄我呀 你说在外边 咱俩闹来闹去 这样别人不看笑话吗 那你就给我扔马路上了 我们家住25楼 我自己爬上去的 这电梯呢 电梯因为得刷卡 我没带钥匙 卡楼上去他还不开门 啊 为啥不开门 因为从家 外边回来之后 我认为他是有钥匙 因为我给他放钥匙了 当时就是在你的兜里 只不过你没找而已 反正我们就因为 这个就离了是吧 离婚当时这个孩子 跟了谁呀 跟我 然后什么时候付的婚啊 我们俩就是 虽然是离婚了 但是没有离家 他没离家 对 因为回来后想了一下 他毕竟带了一个孩子 而且当时是俘虏期嘛 也是河南的家单 我不可能让他 自己一个人去河南 然后当时呢 就是说在家里头 让他先住这儿 然后咱俩啊 生活上就是 毕竟彼此这么长时间了 可能也或多或少都 都无所谓了 然后后来我说 你先哪怕你先住这儿 然后后来到时候呢 就是过了有这么一阵吧 也没用多长时间 然后我们俩为了孩子也好 是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也好 就再把婚子护了 现在又要离婚了 复婚多久 从复婚到现在有多久啊 快一年吧 是谁想理 因为中间他干投资失败之后 就一蹶不振的 我就看他 我也指不上他 我就让他在家看孩子 我就上班去了 然后就有一次 我都不知道这事 我就见到了姐姐 然后他告诉我 谁的姐姐 他的姐姐 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 就是他问他借钱了 我都不知道这事 借了有两次 一次借了三千 一次借两千 我都不知道这事 他就问我说 他也没还 这是怎么回事啊 当时我也跟你解释了 我是为了帮朋友吗 你都得知我 你还帮朋友 那你跟我商量了吗 你跟我说都不说 那我跟你说的时候 这事有用吗 你又什么事 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你说这事 我要跟你说的话 你肯定不会同意 当时朋友也是真有困难 反正这日子 就没法过了是吧 觉得 对 没法过了 我听编导说 你们经常争吵啊 昨天也因为 一点小事吵得 可能今天差点节目 都不能来录 是吗 对 什么事 方便透露一下吗 还记得起是什么 我给你买个水果 我这个人 可能在家带孩子带的 就是有点洁癖 然后桌上呢 我看有水果 然后他就是那个 就给食上了 就是他可能 我认为是烂的 就是坏的水果 我还吃呢 我还正吃着呢 我就去了他 那个出去一趟 他回来都给我扔了 然后后来我 从来就是他就是这样 就干什么事 从来都不问我知道吗 我大半夜 我跑出很远 然后才给他买到 这水果 当时已经12点多了 你想我给他买到 这个水果 昨天他看到 这个水果的时候 大发脾气 行 我问问啊 是真想离婚啊 还是跟以前一样 说着玩玩的 你说跟他这样的人 怎么过呀 他是哪样的人 又没用是吧 然后指望我就算了 自己还天天的 主意特别的多 然后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所谓的没用就是不能挣钱呗 对啊 然后还脾气不好是吧 对啊 你想过吗 我心里肯定是想啊 为了这个家也好 为了孩子也好 毕竟在一起很多年了 行 我问问啊 问问您 从投资失败到现在 有多长时间了 有这么大概 两年多三年 差不多 干嘛不干点什么呀 以前不是做快餐的 接着做不得了吗 是啊 我打算做的 但是呢 他现在对我就是 您刚才也听见了 他对我就是 他干啥都干不成 他就是让我什么也不行了 那你本来就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懒得说 小片里面也说了一句话 你们是裸婚 对不对 对啊 当初看中了他什么呀 眼瞎呗 这是气话啊 现在眼睛还瞎吗 现在就是看透了 看透了啊 对 那说说当初眼瞎的时候 就瞎子摸像的时候 摸的是哪一部分啊 那可能当时看完就是 那这儿开串三 然后干得也 他还看着还算上进吧 长得也还行吧 现在这都没有了 人不是还这样吗 看烦了已经 是看烦了 他现在太 哎呀反正就是 怎么看我 那你说说你的离婚打算吧 我想的是离婚之后 反正孩子到时候想办法呗 要么就让他爸带 要么就想办法叫我妈带呗 想办法 就是交给老人是吧 对 然后你还跟他一个屋檐住吗 我就上班了 我天天我也不跟他住了 哦 我怎么觉得你这理由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方小王呢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对丈夫最多的就是 埋怨责备看不起 然后自己呢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王女士你觉得投资这件事 投了钱我一定能保证我能赚到钱 不是 不是吧 所以你也承认如果这个钱是你投出去的 也有可能是有风险的 就算这个店他们最后做成了 也面临生意失败的可能性和风险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一味地指责怪自己的丈夫呢 老子说 大道之行不责于人 就是我们在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是第一时间去想到责备身边的这个人 我们如果发生问题 第一想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解决它 把情绪放在第二位 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 那也许你们不会是今天这样 如果我们一味地只是想到 发泄情绪不去面对问题的话 你就会把你身边的这个人越推越远 你越责备他 他越来越会觉得 那我就这样了 反正我在你心中 你就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 他已经开始默认这件事了 他就越会对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承认 嫌弃对方这件事不是一件坏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是你在嫌弃对方的时候 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好 把嫌弃放大了 那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一句眼瞎了一定是气话 静下心来看一看 对方身上有什么 是你们当初爱上那个理由 如果眼里只有嫌弃 没有爱 没有好的话 那你们还不如就干脆就离开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承认面对 面对自己的不足 面对对方的不足 但是我们一定能看得见 对方的好就可以了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来 许总 离婚不离家 本质上 其实你们还是互相深爱的对方 正是因为你们彼此这种深爱 导致你们现在极度的困惑 为什么偏偏爱得这么深 却要互相在伤害 互相用自己的坏的情绪去影响对方 其实很正常 每个人说到情绪管理 说出来容易 管起来难 如果你的朋友投资失败 很沉沦 找你来诉苦 你会觉得他不容易 他现在是低谷 我要帮他 我要理解他 我要包容他 但是恰恰在情绪管理上 对于自己的至亲 是最难的 因为你骨子里觉得 你为什么这么不争气 我是为你来着想 前两天 我看到我儿子写的一封信 这是学校让给孩子布置的作业 他写的就是我 我要对爸爸说 为什么你在外人的面前 是这么彬彬游离 他为什么对我老是发脾气 脾气暴躁 我通常只是在学习上说的 其实我知道 我绝对是做错了 但是就是那个时间节点 我真是控制不住自己 想想原因是什么 不外乎两点 第一点 你对对方的期望太高了 但对方呢 对方感受是非常不好 他会越被你说 越不敢去做 甚至于很紧张 第二点呢 本质是什么呢 你觉得他就是你最至亲的人 我说什么都无所谓 反正你也离不开我 对不对 所以你不够尊重对方 比如说你借钱 你不经过对方的 自己的另一半的这种 让他知晓 就是不尊重啊 你也一样 不够尊重对方 所有的这种细节 你只想说你要来哄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投资失败 对于男人的打击呢 降低对对方的期望 同时也降低对自己的期望 你能做什么 打工不需要投钱 为什么一定要做生意呢 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地 找一份工作去做 自己积攒资金之后 再去说投资的事情 对不对 降低对对方 对自己的期望 同时去想 即使他是我的妻子 即使他是我的孩子 我也要尊重他 因为你的鼓励 你的尊重 会给对方带来自信 说到情绪管理 这是真是一辈子的学问 两个人一定要互相 以爱为前提下 互相的包容支持 练习这项技能 你们的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奇 来 杨老师 我们就看看 人字这个结构 真的是一片一捺 相互支撑 尤其你们成为一个家庭 缺了谁都不行 而你看看 你们这三年的生活 这一瓶一纳 全自己戳在那儿 谁比谁活的都毒 虽然日子是 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我们不能把日子 明明是两口子 过日子带着孩子 偏偏过成了 一个人那么毒 刚才曲总说 你们是因为深爱 所以管理不好情绪 我倒是觉得 你们现在根本就 无暇去考虑 你们之间的爱 天天柴米油盐的 都烦死了 但回头想想 你们这个家庭 离得了谁啊 当年男人创业 女人持家 大家都有一个笨头 不可意料的是 生意失败了 但如果我们回头一看 女人扛起家庭责任说 行 你一致消沉 我出去赚钱 你把孩子带好 多和谐的一家人 互相支撑 是不是 可是你们偏偏 把那些最不好的 拿到台面上 去互相指责 好好的日子过成这样 才三年啊 人生的风浪还多着呢 明明你们现在 真的是克服着重重难关 走到现在有了孩子 却生生让你们 过成了这样一个 反复想要离婚 甚至真的去领了 那个离婚证的状态 其实都知道 谁也离不开谁 为什么不去看看 对方的好 女士当你出去打工的时候 你知道只有这个男人 你的孩子跟着他 最放心 男士你也应该知道 当你一直消沉的时候 这个女人扛起来 说我去赚钱养这个家 你还有什么理由说 发那么大的脾气 所以我希望你们 能够静下心来 去体会 这个家的不易 这个家需要的相互支撑 而不是再去抱怨 生活种种的不如意 男士你 恢复一段时间之后 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赚钱 女方也要回到家庭 去更多地照顾孩子 希望你们能够渡过难关 携手向前 谢谢 好 谢谢颜老师 来 图老师 谈恋爱的时候 是跟一个人的优点 在谈恋爱 但结婚的时候 是跟一个人的缺点 在过日子 当你已经清晰地 看清楚一个人 他的长处和短处 在哪的时候 我们首先 是要抑制住 自己对对方的奢望 其次就是 不要老是 拿别人的短处来对他 你明明看清楚了 这个男人就是心肠好 朴实 这是他的优点 对吧 你也知道 经历了一次创业失败之后 你知道他挣不了什么钱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帮助他扬长弊短 要鼓励他的善良和朴实 不要老是把他 不能挣钱这事 挂在嘴边上 说你无能 你跟一个一个月 只能挣三千块钱的人 一天到晚跟他说 你为什么挣不了一万 你为什么挣不了两万 你不是找不痛快吗 他难道在你这种辱骂之下 他能变成比尔盖茨吗 他就这个能力 那我们就要帮助他 体现自己的价值 扬长弊短 这是一个妻子的责任 你说呢 指责一个人太容易 谁懂不帮助他 这边不帮助他 怎么认识的 身体 随便宜 不帮助他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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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的是我看是一套证件是吧 结婚证和离婚证嘛 为啥呀 我想告诉他 咱俩已经离婚了也结婚了 这么多次了 以后还是别再去了 到这时候还跟人讲道理呢 来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各位请见证 老婆 以后我都听你的 以后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肯定会努力达到的 请你相信我一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希望你 你说的都能做到的 没有谁能去带你在我心上 有一个专属天使 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欲望 哦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醉 来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加油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请回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 真主天使 为我南部杂 为我南部杂 非我南部杂 没有小区 Редактор суб达 你一 faced 我好想要你 希望你到处